我的女朋友叔叔非常美丽,有一天,她的双胞胎妹妹书月头怀送抱,大半夜和我们挤在一张床,我真是太幸福了。 后来,他们有韵味的妈妈还要求和我同居,我们四个人住在一起,我真是太幸福了。 我的女朋友叔叔肤白貌美大长腿,丝毫不输给女明星,我打扮好了,去接她,我们两个人感情非常好。 她每次都让我大汗淋漓,非常满意,男人图女人好看,还有让自己快乐,不是吗? 幸好我家里有前掌的幼帅,以前很多人追求叔叔,他最终选择了我,而且他还是把最宝贵的给了我。 我当然会更加对他好,我把叔叔训练成最娇媚的样子,他会各种功夫,让我体验男人的快乐,我给他准备了几套衣服。 等着他穿给我看,在路上我都仗得不行,只想快点让叔叔给我灭火,我看见了穿黑裙子的女朋友在路边自拍,背影美得让我流鼻血,我停车悄悄走过去,把他的皮皮拍了。 宝贝,想不想我?他马上抱着我亲了起来,让我更加火辣辣的,我带叔叔去餐厅了,他的鞋尖在桌底下揉我的裤头,宝贝,你真是太心急了。 叔叔咬着手指,冲我眨眼。 他的事业显非常迷人,难道爹爹不喜欢吗? 我马上过去,把他放在餐桌上就亲,揉了他的封影,还是我会按摩,你的上尾都长了。 叔叔撒娇晃了晃,把我搂紧,爹爹,你好坏啊。 我当然更加兴奋,这样的女人足以颠倒众生,我们的晚餐充满了魅惑与火热,在餐厅的灯光下,叔叔的脸庞显得更加妩媚, 他的眼神犹如星辰,让我无法移开视线,爹爹,你今天准备给我什么惊喜? 叔叔笑着问我,他的笑容让我心中燃起一把火。 我微笑着,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,它打开是钻石项链,好美啊。 叔叔惊喜地叫出声来,马上抓着我的腰捏起来,我也舒服地哼起了。 爹爹,今天晚上,我会让你很开心的,好不好? 叔叔问道,他的眼神里透着一丝脚霞,我点点头,微笑着说,我的宝贝,我等着你奖励我。 我带着叔叔去了爱情酒店,里面各种道具都有,我用红丝带把他的手腕绑住, 忍不住把他亲了又亲,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抵挡他的诱惑,他美丽又妖娆,撒娇的声音娇滴滴的。 足以让男人昂扬,我解开他的衣扣,轻轻地吻着他的白兔,叔叔发出愉悦的轻隐。 宝贝,你知道吗?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,就想得到你。 我低声说道,眼神里透着一丝火热,叔叔嗡嗡回应,他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, 我的手到他的裙子,他的腿好软,嗡嗡嗡嗡坏。 宝贝,你真是太美了。 我忍不住赞叹道,眼睛里闪烁着欲望的光芒,我轻轻地吻着他的腰,叔叔发出一声叫呼,爹地,你坏死了。 叔叔娇称道,他的脸蛋上出现了一抹红月。 我继续亲吻着他的身体,宝贝,你也想我疼你,对吧? 女人一开始害怕这种事,一旦尝过了就戒不掉了。 爹地,我想要。 叔叔娇称道,他妩媚的声音让我更加兴奋,我轻轻地脱掉他的丝袜,亲他的小脚丫。 爹地,你真是太棒了。 叔叔兴奋地喊道,他在我的怀里扭动,就像一条小泥丘,我霸道驰骋, 叔叔发出一声声交呼,爹地,嗯,你好棒啊。 我爱你。 叔叔兴奋地喊道,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意,我深深地吻着他,感受着他的快乐。 这一夜,我们疯狂地亲吻,充满了激情与狂野。 第二天早上,我醒来看到叔叔还在睡,便轻轻地亲了他一口,宝贝,我爱你。 我打开手机,发现叔叔打给我好几个电话,他就在我的身边,肯定打错了。 这时候,他的号码又打来了,我看着怀里的娇媚人疑惑,难道他的手机丢了吗? 不可能啊,我们昨天一天都在一起,我的心觉得不太妙,接了。 喂? 对方马上哭了,臭男人,你赶不接我的电话,我以为你死了呢? 我愣住了,这不是叔叔的声音吗? 那么,我昨晚和谁在一起了,我都猛逼了。 你,你是叔叔? 你这个王八蛋,我都不认识了。 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吃了? 快给我开视频。 叔叔一向霸道,他很美,我也乐在其中,毕竟,谁不想被美女征服呢? 我发现身边的叔叔比较温柔,惨了,这个人到底是谁? 我赶紧抱着叔叔放到了床底,我开了视频,转起来了。 宝贝,我昨天和客户喝酒醉了,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啊。 叔叔眼睛红了,我也更心疼了,我的脑子都乱了。 怎么会有两个叔叔? 我不会撞邪了吧,我赶紧去找叔叔,他马上抓着我的耳朵。 讨厌鬼,害我担心你一晚上,我抱着他酒亲,掐他的皮皮,宝贝不哭,都是我的错。 我带你去买包包,红女人最好的方法,就是给他买买买,叔叔马上亲了我,让我非常愉快。 我担心你,说得我好爱钱一样。 他马上捶了我,这样美丽的女人,我一看就热了。 我把她放到车里就亲,心里想着,另一个叔叔就害怕,我真的怕遇到妖怪。 老婆,你有没有姐妹? 我和她恋爱三个月,也没问过她的家庭成员,叔叔捏着我的耳朵。 你可不能打我姐姐的主意,我有个双胞姐姐叫叔月。 我的心安心了,幸好没有遇到妖怪,宝贝你放心,我只爱你。 他们长得一模一样,而且都美丽,哪个男人不想要双胞胎姐妹花,我发现自己也喜欢叔月。 反正我有钱,我找两个女人也很正常,我带叔叔去吃早饭了。 我满脑子都是叔月姐妹一起爱我的画面,不得不说,她们的每个有特点,温柔的小白兔还是火辣辣的欲解,男人都抗拒不了。 突然间,我被人蒙住了眼睛,猜猜我是谁。 我的心拔凉拔凉的,还是可以分辨出是叔月,我只能装不认识,你是谁? 叔月放开我的眼睛,马上掐了我的腰,我是你姐姐。 我是叔叔的姐姐。 我露出了惊讶,你居然是我的宝贝的姐姐。 姐姐你好。 叔叔马上和她抱在一起,姐姐,我好想你。 叔月亲了她的脸,我也好想你,妹妹。 叔叔拉着她坐下,两个人太美了,赏心悦目,姐姐,你和我们住一起呗。 叔月看了我娇滴滴的,会不会不方便啊? 我可不想做电灯泡。 我的心扑通扑通的,就怕叔叔不开心,是啊。 不太方便,其实我巴不得叔月和我们住一起,叔叔马上捏了我的脸,亲爱的,你必须让我姐姐住下来。 听到没有,我心里非常开心,叔叔真是帮我大忙,您姐妹感情那么好,我也不好意思拆散你们。 叔月姐,你就住下来就吧。 我喝了红酒掩饰笑容,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,我就觉得自己很幸运,两朵姐妹花住我家里。 艳福不浅啊。 不用说,肯定会发生奇妙的事情,叔叔去上班了,叔月洗完澡出来,穿着红裙子,后面还有兔尾巴。 我看到了咽口水,她简直太迷人了,叔月马上过来,坐我腿上,爹地,我美丽吗? 我把她亲了起来,当然,你太美了,你偷走了我的心。 叔月马上把我的手放在心口,爹地,可要好好疼人家哦。 当然,叔月的身体柔软且温暖,我紧紧地抱着她,感受着她年轻的柔软,她的红裙子在空气中轻轻飘动,犹如一幅生动的画。 爹地,我好寂寞。 叔月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道,她的声音像是一股电流,在我身体内流过。 我心中一颤,看着她那双迷人的大眼睛,心中明白她需要我的疼爱,我会好好疼你的,我的宝贝。 我温柔地说道,同时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腰上,感受着她身体的美,叔月微笑着,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,我闻到她身上的香味,那种香甜的气息让我心动,叔月抬起头,轻轻地吻了我一口。 我感到心中充满了爱意,也亲了回去,爹地,我好爱你。 叔月说道, 她的声音让我感到着迷,我紧紧地抱着她,感受着她的体温和心跳,我亲吻她的风影,居然还有蜜汁,真的太好喝了。 我没想到一个美宝宝的女人,也有蜜汁,这样美味,我对叔月更加迷恋了,我的确贪心,他们这对姐妹我都爱,叔月在我怀里哭泣,爹地,你饶了我吧。 平时叔叔都不叫我爸爸,我对叔月更有好感了,这样的美人,温柔似水,热情如火,我真是太有福气了,谁也拒绝不了这样的美女,果然男人有钱就是好,就可以拥有不同的美女了。 叔月让我非常畅快,我带她去买了奢侈品,男人嘛就得大方,漂亮女人才会跟,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,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才会做,我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很快乐,家里的钱多到花不完,我也没有不良嗜好,反正我的乐趣就是给美女花钱,叔月拉着我到了爱情店铺,里面有各种道具, 她搂着我的脑子,娇媚动人,爹地,我们买回去一起玩。 我没想到她那么开放,男人就喜欢对自己放得开的女人,我把她的大腿抚摸,好呀,我听你的。 叔月开心地挑选起道具来,我则在亲吻她,欣赏她的美好身姿,她的曲线优美,身材窈窕,没有一点不美, 回到家后,我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游戏,叔月化身为一个妩媚的狐狸女郎,而我则扮演成一个书生,被她绑起来了,她用鞭子惩罚我,让我跪在床边,然后轻轻打着我的身体。 我感到一种刺激的快乐,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,主人,主人,我爱你。 叔月坐在我的怀里,亲了我的喉结,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,她简直让我太幸福了,主人,好好爱我吧。 我已经被她征服了,叔月看着我痛苦而又快乐的样子,娇媚地笑着,用各种功夫奖励我,叔月拿出一些道具,让我选择一个有红色的皮衣,还有特工的黑色紧身衣。 我指了指红色号的,叔月马上当着我的面换了起来,特意抬起腰,我都看见她的蝴蝶结丝袜了,她的美让我着迷,我把她的腰抚摸,我把她的狱卒拿起来亲了,简直太香了,这样的美人被我遇到了,是我的福分。 晚上,我去接叔叔了,他坐在我怀里亲着我,好累啊。 亲爱的,快给我揉揉。 我揉着她的风影,想起叔月的身材就心动,也许是我和叔叔太熟了,我对叔月有新鲜感,我与叔叔在车上玩耍,车子都在摇摆,她俯身亲了我的腰,我觉得真是太美好的人生了,只要有钱,就会获得无穷无尽的快乐。 晚上,打雷了,我搂住叔叔,迷迷糊糊,有人搂住我的腰,我睁开眼,回头看到了泪眼婆娑的叔月,爹地,我怕打雷。 你抱抱我妈,我马上下出冷汗了,叔叔还在这,你快回去。 叔月抱住,我就是不松手,眼泪汪汪的,太让人恋爱了。 爹地,我怕,你就抱抱我妈,妹妹不会知道的。 叔叔睡眠不好,每天晚上吃药才能睡着,她基本不会醒过来的,我只好搂住了叔月,她的手在摸我的腰,真是个坏孩子,我当然抵挡不了诱惑,把她亲了起来。 女朋友就在身边,我和她的姐妹疯狂,简直太刺激了,男人找外遇,就是为了刺激,其实对方不一定多美,可是叔月风情万种,这样的游物,没有男人不爱,我们都大汗淋漓,她就像小猫咪在我怀里亲着,这样的生活,我实在不能抗拒,就这样,晚上的时候。 叔月就会来到我们房间,和我一起疯狂了,有一天我和叔月亲吻的时候,叔叔睁开眼了,她的眼神让我害怕,叔月就靠在我的怀里,妹妹,对不起,我实在不能抗拒阿信。 叔叔突然笑了起来,你是我的妹妹,古代都有姐妹共事一夫,我不怪你,我们永远都是好姐妹。 我都愣了,没想到一向霸道的叔叔,竟然会同意我们三个人恋爱,亲爱的,你是不是气糊涂了? 叔叔把我稳住,眼神很温柔,你太小看我了,我和妹妹感情那么深,才不会为了你一个臭男人反目成仇的。 我反正很忐忑,女人的想法果然捉摸不透,叔叔的腿勾着我,与我亲吻,叔月也亲我的脸,他们都喜欢我。 我当然非常自豪,也许女人就是这样,爱一个人愿意让男人自由,再加上我家里富裕,她普通家庭肯定不可能与我分手。 总之,他们对我的爱,我都喜欢,每天可以体验双倍快乐,真好。 从那天开始,我就每天带着姐妹花去旅游,逛街,他们两个人穿衣风格也差不多,妩媚的还是可爱的,都让我兴奋,他们也不会吃醋,简直让我省去了很多麻烦,不得不说。 我的艳妇不浅,路人看到我左拥右抱的,都羡慕我,谁不想拥有大美女呢? 而且我还有两个,我们在酒店里疯狂,我抱住两个心肝宝贝,亲了又亲,果然,男人最快乐的事,就是拥有美人,叔叔勾着我的下巴,妖媚动人,我摸着她的皮皮,他们的身材都是天然的,让我贪婪痴迷,我每天和他们疯狂,的确虚弱了,赶紧让人买补肾的药, 他们一出现在我的面前,我就忍不住亲他们,医生让我节制一段时间,可是我怎么也舍不得我的宝贝,为了健康,我只好去外地一趟。 我满脑子都是叔叔姐妹,他们真是当代狐狸精让我想念,我躺着自娱自乐,还是美女给我服务比较刺激,哎,不完了,要把渗透汁的补回来。 晚上,好兄弟给我发了一个视频,我看到叔叔的侧脸,他正和一个十八岁的男人去了酒店,气得我马上坐飞机回去了,我才离开家几天,他就按耐不住了,男人就是这样,我们可以三妻四妾,女人不可以,毕竟他还是吃住我的,我给他买名牌,买房子,他怎么可以对不起我? 我马上找人打开门,我进去就揍那个男人,不要脸,敢碰我的女人,男人也是体格不错的,一下子把我的胳膊按住,我的兄弟赶紧把他按在地上打,女人却说,你们疯了呀,打我男朋友干什么? 我报警了,被子里的女人露出半个脸,对我们冷漠,我听到她的声音傻眼了,不是叔叔的声音,可是,他们长得太像了,你,你认识我女朋友叔叔吗? 女人也冷淡,你是我女儿的对象,我都想打死自己,没想到造成了天大的误会,我马上把男人扶起来,兄弟,对不起了,我会赔偿你的,我以为我女朋友给我戴绿帽了。 我不得不佩服叔叔他妈,居然和十八岁的男人,嗨嗨,老当一壮呢,不得不说,他长得很有韵味,身材玲珑,皮肤好像十八岁的,王彩儿换了裙子出来了,他穿着红色旗袍,腿又白又细,我竟然对他也有了感觉,我承认自己不是东西,看到好看的女人就喜欢,王彩儿抽着烟, 男人还是很美地绑着卷头发,他摸了我的腰,不错,是个真男人,我和叔叔爸爸离婚后,也是很孤单的,他抱住我哭了起来,我看着他的血白就咽口水,我知道他的意思,以前我觉得男人找比自己大十几岁的,是有毛病。 可是这么美的大姐姐站在我面前,我也是抵挡不住诱惑,王彩儿用手抚摸我的腰,让我好热好热,阿姨,你别这样,王彩儿继续靠着我,眼泪汪汪地勾起我的保护,我需要你。 我知道自己快控制不住了,这样美的女人千娇百昧,真的不能不要,我把她抱起来狂亲了,这样的女人让我疯狂,果然年少不知姐姐好,错把妹妹当成宝,这样的姐姐让我非常惊喜,她的功夫让我着迷,我撕碎她的袜子,她有些风鱼,朱园玉润得特别美,我理解唐玄宗了。 谁不喜欢风鱼的杨贵妃呢?女人肉肉的,可有福了,我不光得到姐妹花的爱,还有她们妈妈的爱,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了,姐姐不愧是似时如虎,一直在亲我,我这几天刚好太孤单,可以和她尽情玩耍了。 叔叔叔月和我打视频电话,他们一起跳热舞,让我又火辣辣的,叔叔对我飞稳了,亲爱的,你快回来啊,我们想你了。 叔月含住手指,对我魅惑眨眼,爹爹,快来找我们啊。 没有你的日子,我好痛苦呢,我的脑子都冲血了,恨不得马上飞过去扑倒他们,可是丈母娘还在身边呢,行,我过几天就回去,我的宝贝。 挂了电话,王岔的手上功夫,让我都叫出来了,妈咪,我爱你,爱死你了,我也爱你。 这样的女人打开我的新世界大门,简直太美了,王岔摇摆着,让我的心荡漾,宝贝,你舍不得离开妈咪了吧? 不如,我和你一起住,我咳嗽起来了,都要流鼻血啊了,行啊。 母女三个人住在我家,我肯定幸福死了,不得不说,我的运气太好了。 别的别的男人养的女人多了去了,我只养三个,也不算什么,再说了,他们都长得差不多,说明我也是专一的,为了不被叔月姐妹怀疑,王岔先去我家。 我晚回来一天,没想到,他们正穿着瑜伽服健身,一个个身材火辣,让我非常惊喜。 啊,我的肾必须好好的,叔叔,月月,这个姐姐是谁啊?叔叔回头冲我笑,这是我们的妈妈。 不会吧? 阿姨也太年轻了。 王岔对我眨眼睛,他还没穿小衣服,我都看见了。 你好呀,女婿。 妈咪好。 他们三个都让我流鼻血,这样的艳服我必须享受。 晚上,我们一起去游泳池了,有人的手在手里抓着我的腰,我都脸红了。 嗯,叔叔抱着我亲了起来,我享受着快乐。 果然,男人只要有钱,就会少不了美女贴上来。 再加上我也长得帅,拥有更多的女人,也没什么错。 叔月的手指就像蛇,在我的心口抓。 她蹲到水里,亲吻我的腰,我实在是太快乐了。 我的人生太美妙了。 过几天,叔叔想去泰国旅游,我当然把他们都带到过去了。 我们还看了重口味的表演,女人竟然用腰开啤酒瓶。 真是闪瞎了我的眼,王岔在掐我的皮皮,叔月的手捏着我的尾巴。 真是一对可爱的母女花。 他们从来不争风吃醋,都允许我们四脚链,回了民宿。 他们就给我跳了热舞,他们轻易就能勾走我的魂魄。 我们快快乐乐玩耍,我也幸福地睡着了。 这样的日子,实在太美好了。 我以为,我的人生都是顺利的。 没想到,等我醒来了,被黑色皮带绑住了,王岔母女三个人在看着我,笑容妩媚。 宝贝,你们真调皮,一大早就完推了。 王岔走过来,掐着我的腿,赶紧打给你妈,给我们准备一千万美金。 什么? 我知道他们在和我玩游戏呢,叔叔用羽毛挠我的脚心,我也笑起来了。 宝贝,你们真调皮。 书月拿出了银色手枪,她指了我的脑袋,苏信赶紧乖乖打电话。 我亲了她的唇,却被她打了一巴掌,赶紧打回去要钱,否则我们就打断你的腿。 她拿着手枪打了窗户,玻璃破碎了,我马上不笑了,哆嗦起来了。 你,你们,王岔拍了拍我的心口,乖一点,才不会受苦。 这里是绵北,我劝你不要乱说话。 反正,你们报警也没用。 我的脑袋就像被炸开了,我没想到自己被他们带到人间地狱绵北了。 我还以为自己真的走逃花运了,可以被母女花爱,我失望哭了。 我那么爱你们,你们怎么可以背叛我? 你们需要钱,我给你们。 王岔亲了我的唇,他的魅力依旧左右我的心,呵呵,我们没耐心,挤得听话。 我当然不想死,只好打给妈妈了。 妈,我想投资,给我转一个亿。 妈妈正搂着难摸,你好好的投资干什么? 想花钱我给你几百万,你没能力赚钱。 父母一直知道我没能力,所以让我安心做米虫。 妈,我想成功做出成绩来。 你给我转美金过来。 妈妈当然怀疑了,她是很有脑子的企业家,我爸都很佩服她的能力,我们的家庭都是利益结合,我在纽约呢。 我当然不敢说,自己到了绵北,好得我筹钱。 妈妈犹豫了说,王岔把电话挂了,她用脚踩了踩我的肚子,他们很美,可是现在只能看却吃不到,真是太煎熬了。 姐姐,你们放了我,我一定报答你们的。 我知道绵北很乱。 不知道多少人被关起来诈骗,卖身,一辈子都无法离开这个地狱,哪怕你家里再有钱,也没办法闯入绵北要人。 我没想到新闻的案子会发生在我身上,我真是委屈哭了,以前大好的日子全都没了,王岔踩了我的脸,哭什么。 真可笑,我们伺候你那么久,你也不亏了。 我的心碎了一地,我是真心爱你们的。 可是,他们接近我,都是因为钱,我以为不和普通家庭的女人结婚,就可以保住财产了,没想到还是掉进了陷阱里,乖,等你妈转钱过来了,我们这的女人,你随便跳。 王岔掐住我的脸,冷笑着。 王岔叫人进来了,一个个如花似玉的,我更加热了,男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, 看到美女就起了,我口干舌燥的,宝贝,让我享受你们的温柔好不好。 我妈肯定会挥钱的。 王岔把脚丫子放我嘴里,你可没有商量的余地。 我马上亲了她香喷喷的脚丫子,我对魅力女人的狱卒很有兴趣,王岔笑起来了,太美了,她就算很坏,也让我爱。 我就是见王岔命令美女们与我互动,我被绑在椅子上,眼看着她们在我面前展示出完美的身材。 我太热了,内心充满着渴望,她们用绳子将我绑在椅子上,我的视线被她们的郊区包围着,我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酒肉鱼鳞的世界, 一个女人用舌头亲着我的耳朵,另一个女人则用手指探索着我的腰,我忍不住发出了愉悦的声,我已经失去了控制,身体被她们操控着。 只能感受到身体上的快乐和灵魂上的空虚,快解开我,我受不了了。 我就像是要爆发的火山,可是,她们只是魅惑我,却不给我灭火,我实在太煎熬了,我刚起来,她们就给我浇冰水。 我真是冰火两重天,人都要疯了,王姐饶了我吧,我只能看吃不到,和死了没什么区别,晚上,妈妈打了过来,我的手机是免提的,各位好汉别伤害我的儿子,你们要多少钱? 她当然猜到我出事了,王彩拿起了电话,我还在地上亲她的脚,一个亿,对你们来说不难吧。 你们一定要把我儿子送回家,求你们了,我们不能保证,只能保证她在这里不会受刑。 如果你们以后每个月不转生活费五百万过来,我们就打她。 不,别伤害我儿子,我答应你。 妈妈害怕大哭了,我也哭了,妈,对不起。 妈妈就有我一个儿子,爸爸在外面有私生子,他为了利益才不离婚的,女人只要得到好处,是不在乎老公出轨的,妈妈转钱过来了,我的心冰冷冰冷的,我成了人质,每天都得不到自由了,王彩把烟采灭了,让几个美女留下来, 他们的技术很不错,让我非常非常愉悦。 一晚上我都很兴奋,在这里如果有吃有喝,还有美女伺候,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的,毕竟最美丽的人都在这里。 他们还要在网上直播,吸男人赌博,男人是抗拒不了黄赌的,不是吗? 很快,我和这里的美女打成一片了,幸好父母有钱,我才不会受苦,有些人诈骗不到钱,就会被殴打,电机给公司赚钱的,就可以有美女服务,总是要给主宰一些奖励的。 我和美女打成一片,他们的魅力让我无法自拔,就算让我离开,我也舍不得了,这里还经常有刚来的新人,来自不同地区的,不管业绩多好,进来了就不能离开半步了,我们不过是他们赚钱的工具罢了,我发现王彩母女不见了。 问了问才知道,他们出差了,我估计又有富二代中招了,我也不想那么多了,安安心心住在这里,晚上又有美女给我服务了,我真幸福啊。